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建飞的事要动手了 您认为实际成熟吗 证据我都拿到什么 必须在凯强接手董事长之前做调 我怕他心肠软 到时候不一定我说了算了 那您说怎么办 我想了个计划 陈依 元叔呢 在办公室呢 谢谢啊 元叔 元叔 语勤啊 今天你又买什么好东西来看我了 是一些糕点和水果 你不是这儿要辞职不干了吗 以后你去的地方离我们服装店远了 我就不能常去看你了 你不来看我 我可以去看你呀 语勤啊 在这个大上海啊 以后要是有什么 要你元叔帮忙的 尽管来找我 我帮你摆平 好 元叔啊 你不是曾经跟我说过 现在找工作不好找吗 为什么还要离开这儿呢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为什么 我要自己当老板 自己开店啊 真的啊 你要当老板了 恭喜你啊 元叔 元叔 元叔啊 元叔啊 我来这儿啊 是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我要搬家了 就离服装店不远的地方 那个房东啊 认识我父亲 对我挺和善的 离青啊 离青啊 离昊不在了 你一个人住在老地方 我也不放心 这样吧 你搬家的时候啊 要通知我 我去帮你 嗯 好 那我们进去吃东西啊 好啊 走走走 这两天的报纸 我特别留意方看了 没有看到前阵被杀的消息 那肯定是管这个案子的人认为 目前还不便透露这个案子啊 那你有没有打听到什么 我去问了一下 不过他们很谨慎 不愿意多讲 我就不好多问了 其实那个姓前的被杀 也没什么奇怪的 性感缺德事仇人又多 只是我很想得到 他手上关于何友顺的材料 我当时应该留在那儿 好好谈一谈 你最不应该的 是看到前阵被杀 没有马上报警 还溜走 我不是溜走 我只是怕惹上麻烦 你想将来这个案子 又不会落到你手上 那个地段又不归你管 以后肯定会查清楚 前阵和我爸爸的死有关 可偏偏我这个做儿子的 又在凶杀现场 我不是有嘴也说不清吗 这倒也是 所以嘛 这案子我也不能多问了 谁不知道 我是你爸爸的徒弟 亲如一家人 如果我多问 他们会怀疑的 现在只好这样了 要是我能够拿到那份材料 我就能够弄清楚 何友说杀我爸爸的原有 可是现在看来 你也别太急 我会把它放在心上的 只要一有机会 我一定会帮你打听打听 那你一定得打听清楚 前天去你家看你妈 谈到你跟何小姐的关系 她耿耿于怀 请问一下 任叔在吗 我的车想请他为我看一下 哦 不好意思啊 我们任叔今天做完 明天他就不做了 你的车有什么问题 我来帮你效劳吧 没关系 那不用了 谢谢 这边的苹果是最好吃的 是吗 那我下次就买苹果 好好好 雨晴啊 等任叔下了班以后啊 我就去服装店找你 行 那任叔我先走了 再见 再见 钟太太啊 你那部车又有问题啊 是啊 过来过来 我跟你慢慢聊啊 好 你来这里开始了 差点被雨晴碰到 我刚才听雨晴叫你任叔叔 都是我害的 那么父母不能相认 你现在还说这些有屁用 我听说你要辞职不干吗 行和 你知不知道那个姓钱的侦探 他已经死了 你也知道 难道说人是你杀的 我真这么想啊 可还没等到我动手 他就已经 那天晚上 我正想去找那个姓钱的 准备给他摊牌 可没想到我刚一进去 就发现他被人勒死了 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了 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了 他来敲诈我 说要来拿钱 可是我等了好几天 却不见他来催你 我就觉得奇怪 过去一看 他居然死了 当时我还担心是你 那么人究竟是谁杀的 我怎么知道呢 我一进去看见他已经死了 我就赶紧走了 他一出来就撞到了一个人 如果人不是你杀的 要慌什么 我哪是慌哪 那是因为天黑我看不见 后来我一想了 可挺可怕的 寻不忘要是查起来 查到那个人身上 那人一定会说 我是从侦探社走出来的 那我可就麻烦了 是啊 那可真是麻烦 所以我是一定要离开他 你准备要躲到哪里去 这些你就别管了 天真现在已经死了 你我就可以放心了 我想老太太 知道我们的关系 他甚至还怀疑我跟你仍然往来 也就是那个性情 带来给他的消息 他真是死得活该 要是那个老太太 敢对小秦不利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你可别忽来啊 放心吧 唉 喂先生 被我逮着了吧 继续逃啊 继续躲啊 大小姐有什么事吗 你也太不像话了 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去你家找又没有人 我在为你爸爸工作 那你这几天怎么不去我家呀 你爸爸没有什么公式 叫我去家里 我去家里干嘛 你可以来看我呀 别的不说 就说你受伤那几天 我那么精心地照顾你 你也应该来看看我吧 这件事情 我好像已经感谢过大小姐很多次了 你光谢谢我有什么用啊 韦康 你就不能说一句 你喜欢我吗 我这个人从来不说违心的话 特别是对女孩子 心里边没有 我绝对不说那种骗人的话 韦康 你一定要在我面前 说你心里没有我吗 就连骗我一次你也不愿意吗 在你眼里 我的心就不是肉掌的 我就不会被你伤害吗 我认为说实话 才最好最负责任 如果我欺骗了你 就是对你最大的伤害 好 你一再标榜 你自己说的都是实话 那么我问你 在你心里 是不是只有何雨晴一个人 即使是她做出了那么不要脸的事 我信任何雨晴 现在开始也信任你哥哥了 这件事情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再提起 因为那不仅损害何雨晴 也会损害你哥哥的名誉 你也不希望你哥哥成为被人背后说笑的笑容对了 你在说什么 你用我哥哥来威胁我 这不是危险 只是个提醒 好了该说的话都已经说清楚了 韦康希望大小姐 不要成为一个背后重伤别人的人 够了 韦康 你为了一个那样的女人 你就如此的重伤我 这种话你怎么说的出口啊 韦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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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回来 何雨晴 你不肯对韦康放手 又要勾引我哥 好吧 你等着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凯强 今天是礼拜天 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 我已经习惯早起了 这样感觉挺好的 是吗 嗯 听说啊 你最近在公司表现得不错 以后啊 要把心思放在业务上 知道吗 知道了奶奶 嗯 奶奶 您说您现在这么宠我 以前是不是也这么宠着我爸 怎么会呢 手心手背都是肉 他们都是我的儿子 不过 倒不是我对你叔叔有成见 我一直都觉得你叔叔比不上你爸爸 奶奶 我跟我叔叔这么些年 我觉得啊 在聪明才干方面 我叔叔不耐于任何人 是吗 聪明就不会取向你婶婶这样的女人敬文了 奶奶 你小生意点 你别说这些了 有很多事你根本就不知道 是不知道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叔叔和我婶婶 这么多年了 为了我们中家偶心力血 做出了这么多成绩 而且啊还让您开心 你有没有发现我婶婶最近 看上去病病歪歪的 您就少给她一些压力吧 妈 我一会儿去店里 今天可能会晚点回来 你别等我了 自己先睡啊 芸芸啊 你的腿伤刚好 可别累坏了啊 哎 你不是说 要先找一个店员吗 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呢 嗯 已经有了 妈 你说 如果我把雨卿姐 再请回店里来帮忙 哎呀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告诉你的 还姐呀姐的叫 好了好了 妈 你别生气 我就是叫习惯了 其实你想想 从我们认识她那天开始 她就一直在照顾我们 后来 其实啊 她也没对我们做什么坏事 前几天呢 我跟钟太太去烧香 钟太太也在劝我 说为人要宽容一点 不能把父亲的罪过 全都算在女儿的头上 可是 可是这毕竟是杀父之仇啊 你怎么能让她 到你的店里去做事呢 好了好了好了妈 我就是随口议题 您别生气 我吃饱了 我先到店里去了啊 这么大的桌子 就咱们三个人吃饭 太没劲了 我都没胃口了 那是因为你吃饱了 当然没胃口了 不是我说呀 奶奶也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是该给奶奶 娶个孙媳妇回家了 添个增孙子 家里就热闹了 奶奶的胃口就会好很多了 听到了吧 哥哥 奶奶这是给你下命令呢 好 我努力 对了 前些时候你在商会开会 不是说有人给你做媒 说是什么银行家的女儿 说什么从国外回来的 学弹钢琴的 那个还不错呀 你看了怎么样啊 奶奶 我不喜欢别人给你介绍 什么不喜欢别人给你介绍啊 你呀 就是迷恋那个何语琴 奶奶 你可千万不能让那个何语琴 进我们家门 那种做舞女的 不是什么好东西 奶奶 别听她瞎说 舞女 她就是舞女 在夜总会里不是舞女是什么 我跟哥哥说了 不让她跟她来往 可她就是不听我的话 凯月 你别瞎说了好不好 我没有瞎说 她连和男人搂着跳舞都不怕 还怕我说吗 这种女人就是不正经 你凭什么说她不正经啊 做过舞女哪有正经的 你别看她平时可怜兮兮的 那都是她用来勾引你们这些笨男人的手段 她要是正经 怎么会随便跟男人回家过夜啊 凯月 我不准你这样无主她 你 你为什么打她呀 妈 不 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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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她不可以这样瞎说人家 何小姐虽然做过舞女 可是她背景并不低级 可是你 你也不能打她呀 从小到大 谁打过她呀 你 你 你简直是疯了 我 凯月 凯月 妈 凯月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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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呻 fuzzy 你怎么了 要不要去医院啊 不要 你这是 不 不 我房间 好 frozen 来 慢点 雨清姐啊 嗯 我觉得你这个小屋啊真的挺好的 小巧 又舒适 是啊 租金也很便宜 而且啊 房东太太对我特别好 最让我满意的 就是这儿离服装店啊 只有几步路 我带你去房间看看 走 看看 怎么样 雨清姐啊 那块地方算我的好不好 算你的 我想在这儿摆一张小床 这样啊 我就可以经常过来陪你了 你不欢迎吗 当然欢迎了 可是买什么小床啊 你看这张大床 还不够我们俩睡吗 雨清姐啊 你知道我少不了你 我们那家服装店 也少不了你 是在你的鼓励之下 我才有勇气丢掉拐杖 自己走路的 也是因为你答应了 跟我合伙以后 我们的服装店 才能够重新开张 即使我一直把你 当作一个无形的拐杖 依赖着 雨清姐 你知道我有多想 叫你一声嫂子吗 这算以后我当不成你嫂子 我也可以当你的姐姐呀 我相信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俩的感情都不会变的 凯月 别生妈妈的气了 妈妈打你 是妈妈的不对 只是当时 妈妈是太生气了 你转过身来吧 是妈妈的 是妈妈的 妈真的很爱你 打了你 妈也很心动 算了吧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就是喜欢那个何雨晴 你喜欢她 甚至超过你喜欢你自己的女儿 我才是你的女儿呢 你怎么这么说呢 我只是同情她 她几乎没有得到过母爱 她是一个孤儿 可那又不是我的错 你凭什么为了她打我呀 凯月 你很聪明 你心里明白 妈妈一直希望你 成为一个有教养的淑女 最不喜欢你 不尊重别人 可她只是一个舞女 我 我难道要去尊重她吗 看你 人因为出生的环境不同 就会有不同的命 这不是她自己能够选择的 你出生在富贵之家 你不会了解 人有时候为了生活 她必须去从事一些 社会上认为是非常低贱的工作 其实她的心也非常低贱 其实她的心也非常低贱 我不管 反正我就是讨厌那个何雨晴 我就是看不起她 难道我非要去尊重她吗 一定要尊重她 你当然要尊重人家 为什么 因为她是 她是什么 她是什么人哪 她凭什么值得我去尊重啊 真 太阳 总之 妈妈希望你 能够成为一位姝女 懂得不要随便乱批评别人 你在妈妈身边 就像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那么骄纵 那么任性 你还能够成为一位姝女 万一 万一 万一有一天妈妈要是离开了 妈 你怎么了 妈 妈 你喝了好多血啊 妈 你怎么了 没事 妈妈只是太阳 压着了我的血 妈 你气色特别不好 你 你躺一会儿吧 太阳 不生妈妈的气了 不生了 妈妈 我真的不生气了 我自己知道 妈妈其实是最疼我的 你说的那些都是为了我好 妈不希望我在别人面前 说那么粗鲁的话 妈 我记住了 我以后不说了 再也不说了 太阳 好孩子 快 快 好 不哭了 经理啊 今天我们要好好地庆祝一下 那个长小凤在这查了老半天的账 他终于走了 我看他一言不发 一副灰溜溜的样子 肯定什么账都没查出来 海丁啊 他要是查出来的话 我还算是吴建飞吗 是啊 经理 凭你的手段 那个长小凤肯定不是你们对手啊 还有个好事 什么好事啊经理 说出来让我一块高兴高兴啊 这个钟凯强啊 很快就要接手雅福的董事长了 是吗 他可是你的好朋友啊 对你一百二十分信任 是不是好朋友且不说 反正把他捏在手里面 那就放心得多了 他跟钟迪那个老狐狸是不同的 今后啊 雅福的财政大权 还不是掌握在我的手里 这以后啊 我想怎么样 就可以怎么样了 我猜这个消息肯定已经传出去吧 怪不得呢 孙老板他找不到你 非要拉着我去吃饭喝酒 席间还吹捧你说你是商业奇才 还说要能把你挖到他们公司去 付你多少酬劳他都愿意 这老家伙一定是听到什么风声来 他比较罪过钟凯强 我估摸着他是想让我 帮他跟钟凯强拉拉关系 老花太多了 今天召开这样一次董事会 是因为有一件重大的事情 要告知各位 我还请了两位贵宾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华商银行联合会的王会长 这位是外国银行 董事会的秘书保罗先生 在开会之前 我要请大家看一份材料 请各位董事原谅 因为这件事 我事先没有向任何人打过招 因为事关重大 不能走路半点风声 其实对吴建飞 我已经调查很久了 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之后 我才下决心把他端出来 吴建飞对我们雅夫公司 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请大家好好看一下这份材料 尤其是最后面 有他主要的犯罪证据 死者 各位 一会儿我要和吴建飞 在会议室隔壁有一次谈话 请大家不要出声 安静地听一听 现在先看看你们手里的材料 好 进来 总经理好 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不是给那个利封公司贷款的事 要不这样 我看您这儿也挺忙的 所以没来得及向您请示 要不我现在就回去 吴建飞 你胆子也太大了 我问你 你贪污了雅夫公司多少钱 总经理 贪污雅夫公司的钱 您这么说我就太冤枉了 我想这里边一定有误会 误会 对 我告诉你 我已经派人 调查了你好几个月了 吴建飞 你以为你在账目上耍点小伎俩 就能骗得过去吗 您这话又从何说起呢 我想起来了 肯定是我的助理 那该死的李海定 我早就怀疑他了 这样 总经理 你在这儿等我 我马上叫他过来 咱们当面对质 你给我站住 你还不承认你 还要我下属头上锤 总经理 这事真的不能怪我 当然了 我有责任 我没有把下属管好 吴建飞 你真是不到黄河 心不死了 我问你 天津的 城府公司 是怎么回事 你没话说 我两次派人去天津 那边的巡捕房也插手 调查得清清楚楚 那个就是空架子 你的账号 就是用来贪污钱款 吴成兔 是你的化名 对不对 凭我掌握这点材料 就可以把你抓起来 关上好几年了 总经理 这次是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原谅我 你干什么呀 站起来 不 怪我 这事全怪我 怪我年轻不懂事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站起来 不 我不站 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 我永远不站起来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还像个男人吗 好 你说你年轻了 但是你的手段 还是够老练的 你放心 我不会把你送进楼了 但是从现在开始 永远离开雅福 我 我要留在雅福 我要将功赎罪 我发誓 我发誓 我真的发誓 你这小子脸皮也太厚了吧 钟先生不办你 对你已经是够宽大的了 你还有脸提出继续留在雅福 我是在跟总经理讲话 有你插嘴的份儿吗 老实说 我在雅福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们应该查过账了 雅福银行这几年在我手里面 应该进账不少吧 再说了 我也算是公司经理级别的人物 开除我 那得通过董事会 不是你一个人说了就算呢 啊 吴建飞 你是在故意跟我示威啊 你要通过董事会 那好啊 你跟我来 这里是公司的董事会 你都认识 还有两位 我要跟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 上海华商银行联合会的王会长 这位是 外国银行董事会的秘书保罗先生 我今天请他们来 是为了做个见证 因为我觉得 像你这样的败类 永远不要踏入上海的银行界 重敌 算你狠 玩我 各位 材料也看过了 刚才的谈话 你们也听到了 吴建飞要求董事们 给个态度 那我们就满足他这个要求 现在举手表决 同意开除吴建飞的 请举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先走了 这边请 回康 回康 吴建飞的事 您早知道了对不对 昨晚喝酒的时候 您想提醒我的 就是这事 我只比你早一天知道 钟先生不让我 吐露半点风声 表决的时候你能举手 我挺高兴的 我可一点也不高兴 你听我说 这件事不要跟云云说 得让云云知道 不该瞒着她 吴建飞就是犯再大的错 但她对云云是真心的 她还年轻 以后还有改革的机会 就算这件事 你想告诉云云 我们也该考虑清楚 怎么跟她说 要不这样 云云问起来 你就往我身上推 让她来问我 雨清姐 你快来看 报纸上说 有一个叫前阵的侦探 被人杀死在侦探社里了 你说 是不是我们认识的 那个前阵啊 名字没错 而且 她的侦探社也在南市 不会有第二个人了 那她怎么会被别人 给杀了呢 真是奇怪 而且报上还说 这个凶手还没有抓到呢 报上说 命案发生在六月二十四号 也就是上个礼拜一的晚上 芸芸 那天晚上 你哥哥去哪了 你在怀疑我哥 因为你哥哥一直跟我说 他要找到前阵 查出真相是什么 还有前天晚上 前天晚上他一直暗示我 他说前阵以后 再也不会找我们麻烦了 那他是怎么知道 前阵已经死了呢 那你也不能因为这个 就说我哥是凶手吧 我们也没办法证明 你哥就没有嫌疑啊 我可以证明 因为前些日子 我哥想逼前阵开口 我怕他乱来 所以就逼着他 把枪交给我保管呢 而且他也答应过我 不会对前阵再使用武力了 可是报上说 他不是被枪杀的 是被勒死的 就死在 他写在台旁的椅子上 哥 你真的去找过他了 我去的时候 姓前那已经死了 就在他的那个椅子上 本来呢 我是想找找我要的东西 怕警察来了说不清楚 就离开了 你们两个不相信我吗 那 那到底是谁杀了他呀 姓前的仇家挺多的 想杀他的人大有人在 我要是再早到一点的话 也会把他除掉 韦克你怎么这么说呢 请相信我 我还不至于 去杀他那种人渣 哥 我相信你 韦克 你父亲 我父亲 再加上钱 这已经是三条人命了 即使在我身上 有天大的秘密 我也不想再查下去了 就此罢手吧 哥 你就听雨晴姐的吧 不要再查罢的死了 就此罢手了 好不好 我有一种 特别不好的预感 如果我们再查下去的话 我觉得会有更多的悲剧发生 而且前阵现在已经死了 说不定知道真相的人 都已经不存在了 那就不会再有人受伤 也不会再有人去送命了 你们两个人 一唱一鹤的倒是挺默契的 好 我答应你们 对了 哥 今天早上 妈妈说你有什么重要会议 都没来得及吃早饭 你去开什么会了 公司的事 和你讲了也不懂 对了 我是来帮人干活的 看看你们这儿 也没有什么衣料啊 衣服啊什么的 需要搬的 我来干 那你过来吧 开枪 我这么没有想到 你怎么会同意开除我呀 你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 和我一起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居然能干出这么卑鄙的事情 开枪你听我解释 没什么可解释的 你的罪证 一件一件都摆在那里 你叔叔对我有成见的 你不是不知道 他对你也是这样的 难道不是吗 那是两码事 我 我告诉你 我让程晓峰和老师去核实过来 在你的问题上 我叔叔做的一点都没错 是 我承认 我犯了错误 可是那段时间 我确实需要钱 需要钱 你不会是在暗示我 你是为了给云云治腿 才犯的错误吧 不不 我犯错误 跟云云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你就应该明白 犯贪污罪 那是人品问题 你不要再找其他借口 我告诉你 当初在买孤儿院地皮那件事情上 我就已经怀疑你了 凯强 我并没有骗你 我也不知道那块土地会不会征用啊 凯强 我知道 你现在还在生我的气 我发生气不是为了地皮的事 我是恨我自己 怎么会把你这样的人当成朋友 凯强 凯强 我求你 看在我们曾经是朋友的份上 帮帮我 我知道 你马上要当亚福的董事长了 让我留在亚福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也好不好 你不要再烦我了 我告诉你 这种事不可能 凯强 凯强 你不要走 我求你了 我如果离开亚福的话 我真是太丢人了 你说云云那边我怎么说呀我 你不要再拿云云说事了好不好 我告诉你 在云云的问题上 我可以给你留面子 我可以告诉她 你是因为工作上出了差错 所以没办法让亚福再留用你 至于你今后的路 你好 别这样 凯强 快抢 干嘛 您打我吧 狠狠地打我一顿 我实在没脸见您呢 好了好了快起来吧 让下人看见了像什么样子 起来 不是我要说你啊 你儿子贪污犯罪 贪了这么一大笔钱 都用到哪儿去了 一点都没有拿回家吗 干妈我真的冤枉啊 我真的是连一分钱 都没见到过 你这个做妈的还真够呛 你是怎么管教儿子的 贪妃从小就是个好孩子 读书认真 工作也很努力 我实在不知道 她为什么要瞒着我 干这样的事情 干妈您不是也老夸她吗 还把她提到了经理的位置上 说了老半天 你儿子贪污犯罪 还怪到我头上来了 是啊 是我错了 我瞎了眼 把她当成证人君子看 干妈您别生气 我怎么敢怪罪您呢 俗话说得好 上梁不正下梁歪 难怪每次我问你 吴建飞的爸爸 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总是直直乌乌的 肯定也不是个好人 别怪我说话不好听 这回我们雅芙啊 损失可大了 是阿迪的心肠好 否则让吴建飞坐个几年老 也是应该的 不是说 大部分的钱款已经从天津城府 工资那名账号罚回了呢 是啊 是啊 所有的账都还没算清楚呢 算了算了 我懒得跟你说了 我要去歇着了 干妈 小老人 伟先生 其实事情呢 也不像那些人说得那么严重 是 我是花了公司的钱存到天津 可我只是想 我只是 公司财务的事情我不懂 你不应该向我解释 至于钟先生把你开除 钟先生已经做了细致的调查 我认为他的决定是对的 能不能帮我在钟先生面前求情啊 我去求求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是钟先生面前的红人 所以你去求情 可能效果会比钟凯强还要好 吴建飞 你太不了解钟先生 他在公司的原则问题上 是不会退让的 谁去求情都没有用 不 韦康 你去试试好吗 我不能帮你求情 对不起 韦康 为了云云 看在云云的面子上 帮帮我 说到我妹妹 我就和你多说两句 人可以犯错误 有的错误是值得原谅的 有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 我认为你属于后者 我最讨厌的品行 就是不光明正大 背地里做手脚 吴建飞 以后 离我妹妹远点吧 我不希望她有你这样的朋友 是不可饿了吗 我认误能不能帮我 她留在这儿 我们不能帮我 以后 我的天啊 我认误能不能帮我 我认误能不能帮我